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分困难 也不可能亲自前往前方下达皇命 于是出现了传达皇帝指令的媒介品虎符 请输入图片描述那么虎符就代表着皇帝的违反和命令 拥有虎符的人就拥有调动三军的权利 见到虎符就如同面见到皇帝 这就和以前的上方宝戒 甚至意义基本上相同 但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虎符能够统率三军 拥有支配队伍的权利 也就是说虎符的产生就是方便将军们调动三军力量 和对方敌人进行决战 但虎符一般是两半 一半在所派遣的将领手中 一半在三军中声望较高的人手中 两者合二为一便可拿着该虎符进行调兵遣将 投入战争工具 请输入图片描述 但拥有了虎符并不是绝 最能够调兵遣将 在古代并不是没有造假的能力的 首先取决你是不是皇帝的武将 或者被信任的人 因为下面的三军也不是傻子 如果随便来一个人造一个虎符 去统帅三军那还不乱了套 并且思大虎符也是重罪 满门抄斩家族九族 量水也不敢随意徒来 所以三军将士们一般是先任将后任虎符 你若是无名无辈的普通人 就算你把真虎符拿在手里头里高喊着 众将士听令 我估计也没有人下跪听令 所以你必须是皇帝的武将 或是被信任的人 这是前提条件 请输入图片描述古代行军作战 为了避免冒充的行为发生 一般都是只听令当初皇帝亲自下令统帅三军的人 所以在外面作战时 就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守 因为你不知道朝廷此时正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武将士兵都离开后 有像秦桂一样的奸臣贼子 暗自控制着皇帝 偷偷下令等行为 请输入图片描述 对于像曹芳曹 患有十名无实权的皇帝来说 即使再造一个虎符 仍然没有人会听令于他们 因为其大势已去 将士们已追随司马氏家族 其已无微信刻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讖则